日经亚洲两则新闻 上一周和这一周我们结合起来谈 更能够明白现在东北亚的局势 其实很危险 上一周是美军的太平洋发言人说 我们明年打算在印太地区 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包括射程在500到2700公里之间的 标准六型导弹 以及战斧巡航导弹 有人就去猜啊 印太地区目前能够明确表态的就只有日本 包括这一周也是日经亚洲的说 美国官员透露说 华府希望明年初举行中美线武谈判 我们把下一张图来带给大家 有说包括希望和中国建立一种 美俄之间的那种协定 也就是冷战期间 美苏的弹道导弹发射协定 就是美苏之间的这个协定 当时要求任何一方要让对方知道发射的战略导弹计划 比如说你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 还是潜射弹道导弹 也表明说我不是在对你发起核打击 来两个在中国门口装导弹 美国现在却在寻求和中国之间建立导弹发射通知 东北亚局势如何理解 他能不能够装中岛 坦白讲还不确定啦 因为中岛如果没有核弹头没有意义啦 比如说你装在日本装个中岛 那没有核弹头 那打到大陆也只是打到一个点而已啊 那有什么用啊 所以如果叫具有威慑作用 一定要有核弹头啊 可是没有一个国家敢让美国来部署 具有核弹头的中岛啊 中层导弹啊 我认为只要有国家秘密在推动 那就是亚洲版的古巴危机 中国大陆不可能客气的啦 因为这个太严重了 你等于就是在我家门口装中岛嘛 你什么意思呢 那个古巴就距离佛罗里达州 也是有一点距离啊 那美国就紧张成这样 那现在飞弹的射程 更远更准啊 那那个威胁程度有多大 这个想而想 一想就知道嘛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计划能不能落实啊 要打个问号 因为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国家敢让他装啊 就是日本啊 可是问题是日本如果装在冲绳啊 那首先这个冲绳的那位知事啊 郁城丹尼第一个反对啊 那第二个就是装在北海道 可是他如果要装在北海道 连俄罗斯都反对 而且俄罗斯你知道嘛 这个国家出手恐怕比中国大陆还要凶悍啊 所以可行性真的要打个问号 因为韩国已经表示拒绝 飞兵也拒绝 那台湾不用讲了 台湾如果装中岛具有核弹头 那就已经构成中国对台湾动武的条件了 没错 所以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你去想一想 唯一可能装的国家真的是日本啊 可是日本不管是装在冲绳 装在北海道都有非常大的争议啊 那第二个就是 那你还没有装要来跟我中国谈什么中程导弹协议 那怎么可能呢 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我在干嘛 所以这个是不现实的啦 因为事实上美国跟苏联确实曾经签过 中程导弹的协议 可是后来已经退出了 因为美国后来就认定俄罗斯不断的说谎 那俄罗斯也认为美国不断的说谎就这样